大家好 又是讀書好TV的時間 今集繼續介紹鍾導賢的作品叫做《我不原諒中國教育》 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在內地的90校 到現在仍然是一個大學生 在英國曼徹斯特留學 他用過內人的身份 狠批中國教育怎樣抹殺年青人的性格 和扭曲別人的價值觀 事實上是擊中了中國教育制度的要害 大家會明白 在書中提到很多的教育考試主導 競爭意識 一種標準化的生產方式 死的硬背等等 其實香港教育也有這個問題 但內地教育更嚴重的是 騙殺了年青人的個性發展 也在課堂上 老師 學校和家長的方式 令中國年青人沒有敢於批判和表達自己意見這種訓練 很多時候我們在學校中 遇到外國的大學 遇到外國交換生 一起上課的時候 你會發覺 外國離香港讀書的學生 就算他懂與不懂 也會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可能是對 也可能是錯 但從來不會因為介意別人的批評 介意與 或者令人取笑他 而去掩飾自己的看法 中國學生 作者認為是什麼呢 計算能力是世界第一 但是想像力是倒數第一 這個的確是事實 當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 它自然需要的人才 也是世界工廠級的人才 即是一種標準化生產底下 收拖打做事的人 而收拖打做事的 是怎樣令到這些人才源源供應不絕呢 不會去懷疑的制度 不會去懷疑究竟 這個社會合不合理 這樣做法是合不合理 或者是這種方式背後有一些什麼不公義的地方 是不會去批判的 所以整個中國教育制度在14年之後 就出了一班占子 而這些占子正正就是符合了世界工廠的角色 好了 到那班占子來到香港之後 他會不會突然間在港大裡面 經過兩三年之後 突然間叮一聲開竅 由死記硬背 連理科也是被例提的 變成一個充滿想像力 創造力 獨立思考 批判精神 實證能力的一個年輕的學生呢 我覺得很困難 原因是因為人的價值觀是塑造起年少的時候 很多人長大了之後 他只是選擇性去吸收一些他覺得認同的東西 但是一些很基礎 我們叫做道德基礎成型的 其實是在中小學的時候 當一個人的道德基礎成型之後 你再給機會去衝擊他 他很大可能的反應是什麼呢 他反過來 他就會拒絕 還有是一種反彈 他不單止不接受 而是把門關起來 所以我覺得當我們了解中國 要全面的了解中國的時候 不單止去了解一個制度上的問題 或者是一個獨裁政府所帶來的社會發展的影響 很多人曾經期望中國在鄧小平改革之後 中產階級會起來成為中國民主的推動力 我相信很多支持香港本地大學收內地學生的人 都是有這個信念的 他們是希望這班學生回到中國大陸 能夠接受到香港的價值觀 核心價值 成為在內地 驅動社會變革的一股力量 但我對這種論述是有懷疑的 正正是因為當你越了解中國的教育制度 當中國的年輕人是一班沒有批判能力 沒有獨立思考能力 沒有實證能力的人的時候 他吹水就厲害 說就天下無敵 一說起官方那套論述什麼偉大的民族復興 就朗朗上口 因為他從小學已經開始說謊 已經開始習慣了喊好 開始習慣了一種異分法 一種非黑色白的世界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覺得他回到成為一個中產之後 或者在外國留學 回到上海成為一個金融專業人才之後 他會對社會的公義價值觀 會有一個執著嗎 我經常說什麼的人民就會有什麼政府 你看到現在 之所以能夠明目張膽去壓制維權的人士 去剝削農民工等等這些東西 其實全部都是有中國新一代的中產街頭 在他們的默許與協助和包容下 中國政府才可以這樣做 所以我推薦大家 如果你真的去中國想認識多一些 這本書是一個入門 你可以知道中國年青人其實是什麼的年青人 今天到此為止 記住拿本書看 拜拜